乌军无人机宛如电视影集《冰与火之歌》中的《龙》一样 喷洒设施2400度高温的铝热剂 乌克兰第116机械化旅派出名为Zikaris的喷火无人机 虽会驻扎在树林间的俄军营地 展现惊人战斗力 赫赫有名的亚素营也在卢干斯克打出战果 亚素营士兵在暗夜的掩护下 悄悄地逼近俄军战壕 透过热忱引向夜视镜锁定敌军后 连环开火 两军对峙许久 二兵最终还是举起双手投降 在这场夜戏中 乌军成功俘虏两名敌军 并歼灭其他不愿投降的二兵 但CNN发现在近期交火热点 乌东波克罗夫斯克市前线莫斯科的军队 则是当场击毙乌军战俘 乌克兰国防部还拦截到这段对话录音 乌克兰检察官表示 在28起行动中 有高达62名投降的乌军惨遭处决 痛批俄罗斯的手段激其冷血 随着乌军在东部前线吃扁 俄罗斯总统普清警告 乌克兰入侵库斯科的行动 只是让俄军更容易夺下顿巴斯地区 事实上乌军8月无预警入侵库斯科的行动 确实让俄罗斯一度措手不及 不过此举并没有逼迫普京将一些部队 从乌东调回俄国境内支援 美国战略专家毕比分析认为 虽然乌克兰的库斯科行动仍处于早期 但恐怕注定要走向失败 更惨的是美国专家指出 俄罗斯会趁机消灭入侵的乌军部队和装甲车 乌克兰政局也陷入部闻 近期进行开战以来最大内阁改组 5号国会表决通过委任9位新部长 将接替外长职位的是前总统顾问西比哈 资伦斯基自拍影片感谢国会议员 稳住政局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在海森威东方经济论坛上 普京再度递出橄榄枝 公开表态愿意和乌克兰坐下来谈 是不是刻意释出和谈风向 还值得后续观察 TVBS新闻综合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